英帝道是政治的 另外政治的依族 别书便宜 人云云露 烟花 我们在你 心声盘地 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心目的是 你的名就 是你那颗几年的一名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地灵切切寻求你 神啊 感谢赞美你 在西伯来书第四章说 我们既蒙留下 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已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其实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写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 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着心 若是约束亚已叫他们 想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以上 若提约束亚的安息 这第一个安息 就是地上的安息 讲述 关于神拣选约束亚 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的安息 要他们听神的话 不可应着心 但是显然他们也没有 顺从约束亚 他们也没有顺从神的样子 今天我们也要思想 圣给我们的地上的安息 要在所行的事上 认定神 神必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这里说 这样看来 必令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写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写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选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以上 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像是天上的 就是神为他的 信他的儿女所预备的 将来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完全都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效 但是我们在天上乱奖赏的时候 希望不会两手空空 不好意思的站在神的面前 这里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联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入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一项 不只提到蒙天恩拯救的人类 还提到万物 在神面前都是赤入敞开的 使我想到一节经文 罗马书八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迟到如今 所以罪的副作用 今天这黑暗的时代 万物在消退以及不好的当中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将一切更新 在今天 在末世 我们需要神的话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感谢神 信靠主耶稣和神的话 就是我们的信心 神啊 将我们每一个交在你的面前 求你用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里 大大的鼓励我们 是我们的心喜乐 是我们在面对你 以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都得到大的信心 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面前的大山 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 充满力量 也继续的为 超过三万两千人的撒虐族 他们常被附近的 汉人称为白仪或白国国 他们定居于云南省昆明附近的西山 富民安宁等兴奋 保留自己族群的特点 他们信奉了 就是混合了佛教道教祖先崇拜的信仰 神 愿中国的撒虐族能够听到福音 以及神的话 愿耶稣基督无比的名 在中国撒虐族被高举被传开 被信靠 被敬拜 被赞美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